中企张子言案 当年办案警方也被调查韩星张子言 被经纪公司逼迫赔税各界高层人士于百次 因承受不了打击 于2009年选择在家上吊自杀 得年27岁 而真相始终未谱 超过20万人于网上联署 希望能重启调查 昨日下午 韩检察院确定将重启张子言遭逼迫赔酒陪税事件 对此 相关负责人员表示 将会尽力配合所有调查 曾出演《流星花园》 《花样男子》等多部电视剧的韩国女艺人张子言 于2009年3月7日于自家上吊身亡 解留下一份文件 文件当中揭露出自己遭经纪公司 逼迫提供各界高层人士性服务 遍及新闻界 演艺界 财经等30多名高层人士名单 当时警方虽有向名单等人士进行调查 不料最终竟认定名单所有人士并未涉及犯罪 结果 一出令许多韩国大众相当不满 并有超过20万人网上联署 要重启张子言自杀一案 而昨日 2日 下午 韩国检察院相关部门等举行会议 正式确认将重启调查张子言自杀案 而此次调查内容不单只调查张子言留下的名单 也将调查当年参与调查 张子言一案的所有警检人员阿娇首报求婚细节 赖红国这举动让他嫁了 香港女星阿娇中心同去年任爱一届王阳明赖红国 交往短短半年便在今年2月宣布订婚 进展十分神速 先前求婚影片就曾曝光 近日阿娇接受访问时透露求婚那日的细节 未婚夫准备的惊喜让他直呼感到非常surprise 阿娇近来在网剧动物系恋人阿中饰演从恋爱步入婚姻的女孩 与现实生活中的她不谋而合 她日前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 她认为谈恋爱就该无忧无虑 不用被太多责任捆绑 但若要结婚就一定要想清楚 并要有责任感 阿娇也提到赖红国是在她刚办完演唱会后求婚 对方本来骗她没有要回来 却突然出现在她眼前 让阿娇感动地说 我是感到非常surprise 觉得很幸福 因为真的没想到 阿娇透露婚后不会特意减少工作量 希望两人即使结婚也能维持正常生活 并期待能生个可爱的宝宝 言语中流露出无限的甜蜜 黄紫角报真心话点名为婚期同台 婚宴首选流水席黄紫角 吴珊如主持公事 Yahoo TV直播一支节目 一呼百应 5月10日起播出 节目昨拍摄宣传短片 主持人黄紫角才刚与女友孟耿如求婚成功 拍摄真心话大冒险 单元时 大放笑喊最想邀请来的来宾就是未婚期 婚礼最想举办流水席 还大放誓爱直呼 我爱耿如 吴珊如问黄紫角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圈内好友来节目展台 第一个会找谁 黄紫角笑答 孟耿如 谈到未来婚礼形势 她在海岛型婚礼与流水席二选一中直接选择流水席 黄紫角 吴珊如曾多次主持大型活动 这是两人第一次在跨电视及网络直播节目合作主持 平常两人就常私讯聊天 听到黄紫角求婚成功 吴珊如只说 我很替她开心我等你 邓紫棋林书豪相约看球赛 吃美食邓紫棋金凌晨鱼个人微博上对好友林书豪发文写道 昨天Brooklyn Nets怎么没有你了 养伤还好吗 希望你赶快好起来 下次再来看你 而不久后林书豪则是回应 不好意思 下一次请你吃Chipito和邀请你来看我们篮球队打球 也希望有机会去听你的演唱会 林书豪大放邀请邓紫棋吃美食看球赛 而邓紫棋则是回应 好的我等你 两人的互动相当温馨 有一满点 令人相当羡慕 李敖三天就被火化 李文不甩李俗枪就要穿红衣送吧 李文口中嚷嚷不要老是讲爸爸李敖 很无聊 不过看到小妈一家人如同赶死对班 三天就把李敖送进去火化 心中还是气不过 火花没通知 遗嘱没看到 他喂也没说 他反问小妈王智慧你爸爸死 我没告诉你 你不会生气吗 做得有点过分 再讲到民俗分骨灰对爸爸李敖不好 李文没好气地说 我们李家没有民俗可言 如果要讲民俗 为何不是投机才火化 为何要穿黑袍 李文腔 我就要穿红衣去送爸爸 李敖因病逝世后 长女李文坚持骨灰就是要拿四分之一 不甩李敖骨灰四散各地埋祸根 李文笑民俗不太好 那你们太封建了 直言若是判决出来 可以用李敖骨灰做成唱片 放在树里 更可以做成铅笔送给粉丝 他得意讲到你写字的时候 就有爸爸在里头 多好 而三天就推进去火化 他反问若尊崇民俗的话 为什么李敖不放过头七 为什么要贵 穿黑袍 我就不贵 我就穿红色 你弄得四不像我就不高兴 一旁李文老公也赞生爸爸已经一个多月昏迷 你早就要好好规划 可以很快烧掉 但是要找好的位置 夫妻俩不谅解小妈一家做法 李文坦言每天炒作新闻 就是希望爸爸精神不死 李文透露前几天去爸爸里熬安眠的 生了一肚子气回家 我爸就是死不瞑目 阐述该地居住 竟住着爸爸死对头李登辉的爸爸 以及蒋家人 李文抨击小妈一家太随便 强调我就是要拿到我该拿的遗产 还有版权 再加上精神赔偿 而火化一事 李文更觉得小妈和弟弟不懂事 认为爸爸在台湾六十年 应该给台湾媒体一次机会 火化新闻只给中国大陆和香港 竟然没有台湾记者代表 再者美国人李文也强调 不要说我是女黄安 别说我抢健保 我都看不起台湾健保 美国医疗还是比台湾好 最后李文也回想起 爸爸李敖记忆中美好的那刻 02年时李文去北京 李敖担心李文告诫说 小文 你不要把美国那一套民族公民意识 带到中国 但当时李文并没有把父亲的丁宁听进去 讲述当年一开口就是闹 直呼自己恐怖分子 要胡锦涛小心一点 当时李文为维权踩遭官方断水断电 砸玻璃 我不要离开 离开我就不是李文了 中国就是完案的 要折磨死我 而当时爸爸摇了摇头 担心李文的模样 变成了李敖在李文心中最美好的时刻 我等你 邓紫棋林书豪相约看球赛师美食 邓紫棋金灵陈鱼 个人微博上对好友林书豪发文写道 昨天Brooklyn Nets怎么没有你了 养伤还好吗 希望你赶快好起来 下次再来看你 而不久后林书豪则是回应不好意思 下一次请你吃Chipito和邀请你来看我们篮球队打球 也希望有机会去听你的演唱会 林书豪大放邀请邓紫棋吃美食看球赛 而邓紫棋则是回应好的 我等你 两人的互动相当温馨 有一满点 令人相当羡慕